刘依菲和李线终于官宣了 最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 被刘依菲和李线的新剧 去有风的地方狠狠的磕到了 刘依菲所饰演的许红豆 为了完成闺蜜的遗憾 辞职来到大理 在这里她遇到了李线 所饰演的创业青年谢直耀 两人便开启了一段温暖的治愈之旅 在与谢直耀的暖心相处下 许红豆逐渐治愈自我 获得重新触发的力量 两人的相处铁而不腻 在最新的预告里 许红豆和谢直耀确定恋爱 相拥在一起 画面幸福感爆棚 惹得万我们纷纷大喊 两人快远地结婚吧 这对CP真的是太好课了 自上一部电视剧梦华落后 刘依菲又甩出了一个网站 那就是她的首部现代剧开播 万我们的期待可谓是高涨不停 新剧播之后 热度和收视率也是一路飙升 两人的眼睛再次被推上热搜 引发讨论有夸赞 自然也无脑尬黑 电视剧的第一集播出 就网友在评论区吐槽 刘依菲神采涌肿 脸上西文斑点 看得都很清楚 年纪暴露了 40岁没颜值了 天仙怎么变成这样了 神仙姐姐不再是那个神仙姐姐了 甚至有人称她看起来显老 和平常精致的神仙姐姐不沾边 很多人因为她的颜值下滑 直接给该剧打了一星 如此做法 先生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相比如今 大多数美颜滤镜好几重的影视剧 如此素颜 虽然显得不同 但很真实 剧中 徐红豆子之前 是一名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 平时的工作 就是在各部门之间协调 服务酒店客户 每天上班 忙碌的不成样 哪怕是休假 也要接电话 回复消息 精神上一刻也无法放松 虽然画着精致的妆容 却始终难艳职场人 打拼十几年的心酸 身材没有了 皮肤也可能松弛 下边后卸了妆 脸色蜡黄 肉眼可见的疲惫 这不正是当下许多打国人 为了工作而忽略自己的形象吗 不信你看 出门旅游放松时的徐红豆 不就变回了美美的闲女姐姐了吗 更何况在如今看眼的时代 又有多少明星拍戏 干直接对脸拍 先生认为 刘一芬以这样的真实状态 去延后角色 真的是不该被抄 话要说过来 假设她依然美颜加滤镜 腹白貌美 看不出任何疲惫的痕迹 估计又要被喷 跟职场打国人形象为何了吧 即使派系兢兢业 却还是讨不过玩我们的诟病 对于一个史丽派演员来说 建立角色靠的是眼镜 而不仅仅只有颜值和外表 刘一芬1987年出生 14岁 进组派系 出道以来 塑造了无数个景点角色 即粉饰家里 她是骄纵任性的大小姐白秀珠 听了巴布里 一位神仙姐姐王雨嫣的绝世容颜 为我们相信了 原来金庸先生笔相的那句 身旁似有延武情龙 当真 非诚世众人是真实存在的 而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小龙女这个角色了 2006年 《全雕俠侣》播出 刘一芬所饰演的小龙女 一出场就惊艳众人 身穿一袭 白衣气质轻了 给人一种不按时事的美好 用每出天机来形容 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 先见起侠赵琳 灵动少女赵琳儿 天真无邪 善解人意 正被她演活了 然而戏里的神仙姐姐 戏外可没有那么实现 拍摄金粉饰家时 有一场她和陈坤吵架后的戏 醉酒痛哭的戏 面对镜头时 刘一芬怎么也哭不出来 导演透透在她的啤酒中 夹了二锅头 就这样不知醒的她 才完成了这场特别的酷戏 可那场戏拍摄后 刘一芬病了整整三天 妈妈却能放弃 她却拒绝 我要拍 我喜欢演戏 使掉小龙女 嫌弃飘飘 为了体现这点 演员所穿的衣裙 都是薄杀材质 偏偏每一场戏 不是飞就是她 每天要吊着薇娅 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但刘一芬坚持不用替身 又吸又用的薇娅钢筋 勒得身上一道道红衣子 刘一芬硬是一句不吭 咬牙坚持了下来 对于演戏 她是真的真爱 而总是被称为神剑姐姐 也未必是个好事 一个演员 能有一个成功的角色 是大姓氏 但也有可能 成为套出演员的枷锁 季小龙女后 刘一芬曾尝试 主梦电影圈 但播出的几部影片 始终凡向平平 没有见起多少水花 急得网友纷纷呼吁 可不可以不下凡 继续做个神仙 而对于做神仙 刘一芬是不认同的 我不是神仙姐姐 并不抗拒这个称号 而是一个人 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 那只是一部分 别对网友说 大气烂片 她也并不着急 她曾说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底气 哪怕是一部烂片 也可以演号 在她看来 因为剧本太烂 导演不够有名等 都不接信 那是幼稚 不成熟的表现 果然这就是能够坐拥 近十一流量的底气 年少沉迷 却没有被娱乐圈的 浮躁积分影像 不喜欢俄语奉承 也不喜欢饮小草 炒作认真又努力 把演戏当作一生的目标 在大家的印象里 女神总是离凡人很遥远的 但刘一芬却很例外 没有戏的时候 她会穿着朴素 然后泡上一杯热茶 静静的看书 或者约上三两好友 除气走走 和大多数的普通女孩一样 她也喜欢鹿猫 很多人不知道 刘一芬从2001年时 就开始收养流浪猫 在她家后院 就领养了许多流浪猫 人美心善 没有明星 偶像的光环 优雅 却不显高傲 在一个采访中 杨阳曾问刘一芬 有起床气猫 刘一芬回答 没有 因为我都睡到补气 才起来 真是幼稚爽又可爱 人人都称她为贤女 她却说 那是因为通告发多了 还做评价 就是个屌子 别人可能都在凹人生 可我觉得刘一芬 这是在毁人生 但这样的她 才更真实 不可以捏造偶像人生 不因为美貌夸赞 而迷失自我 含起恋爱观 她更是重罪毒性 先生很喜欢 她在新剧中的一段台词 理线夸达 火得同透 这不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她 独立而亲信 想起在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问 男人喜欢女生 眼睛特别纯 特别空的感觉 刘一芬满不在意的回答 管她喜欢什么 不因为一个喜欢她的人 就刻意的迎合她 也不在意别人太多的感受 做自己就好 人这一辈子听得多 想得也多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 忠于自己保持心心 然后去做自己 一直想做的事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看了去有风的地方 才发现 刘一芬和李线 搭档的化学反应 是这样的 很多人甚至都分不清楚 李线究竟是演技好呢 还是演员本人 看到刘一芬就乐不可知 每次瞅见刘一芬的小表情 必须有三刀折子 真的是像我的笔划还灿烂 虽然导演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近期剧组放出了墨盒花絮 甜的观众 简直不知道 究竟该羡慕李线 还是羡慕刘一芬了 在这个片段里 李线被刘一芬霸气搂腰 随后就向外了腰 自称小娇妻 传说中 冰稳心一万次都甜的对手心 看到李线再摸一次的额头 导演拿着剧本 怎么了这是 剩下的就看她了 是愿意拖着你的脸 可以再温柔一点 李线的理解 你怎么才来啊 开股东大会 导演你吃这吧 她今天又喝多了 然后刘一芬就拿着剧本 和李线坐在了同一条椅子上 一上来就很自然的 搂住了李线的腰 李线瞬间笑疯 她搂着我搂着小娇妻嘛 刘一芬捶李线 叫什么小娇妻 然后现场三人 面面相去笑疯了 导演你笑的怎么 李线告状其他人还搂着我 导演搂了搂 必须搂 说了刘一芬便靠在了 李线的肩膀上 张李线又勒开了花 然后太害羞就推开了刘一芬 看到这么容易害羞的李线 刘一芬直接伸出双手 抱住了她 导演看信 这爱情都来成这样了 李线我还在揉着呢 被李线笑麻了 导演她唇一下就好了 李线不如你好吧 不如你 刘一芬拿走李线手中的酒 上来不许喝了 都是我的了 李线我没喝两口呢 导演最可爱的不行 给她一个 就是最后打点的手 刘一芬什么叫可爱的 导演就是在爱中去劝阻她 不让喝 然后刘一芬就来了一个 可爱比赖 让李线忍不住 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双臂 我的天哪 为什么为什么 刘一芬问啥呀 导演 因为就正常 不知道为何 突然就心疼李线和导演了 天天沉沦在天仙姐姐的魅力下 得做多少抗争才能正常拍下 估计拍完出来 语文都长出来了 笑得这部剧的台词也紧跟时尚 特别有意思 虽然是云南小孙 但村子里的八卦可是最多的 朋友 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妖结花 在我这吃烧烤免单 姐妹 还有这么好的事 我都不免单 你给她免单 朋友 我给谁免单 管你什么事 管好你自己 你怎么能走呢 你要是走了 村里面马上要穿 谢总的女朋友 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 再次抛弃 谢总离开 谢张 许红豆 你太坏了 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 朋友 我跟你说 一个女人 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 就险轻你 那不值得托付终胜 现在村里都在传 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潜妞 现在呢追过来 两个人不仅复合了 还马上就要结婚 那你俩结婚吗 谢张 你说姐吗 朋友 我觉得你俩也不是不行 你俩具备结婚的隐形条件 谢张 什么条件 朋友未婚 谢张 你不是我还没发现的 真够硬的哈 姐妹 真的言情小说里 有一种类型叫做先婚后爱 很多读者都爱看 很甜的 雪红豆 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吗 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 传得跟真的似的 再传下去 孩子都要搬满月酒了吧 谢只要爱且自知 但是她不愿意承认 只是笑容和行动 处处都在表露 对许红豆的喜爱 而许红豆看到 谢只要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两个人因为过滤太多 都不愿意戳破这层关系 但是情绪 还是会因为对方变化 说话也总是说到对方 真的是顶级暧昧了 朋友 你家许红豆呢 谢只要出去演了 不是什么是我们家的 李线和刘亦飞的吻性 张力十足 真的是看得大家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什么时候两个人才能 光明正大的凶暗呀 想看了